日前,肖战的某一个告黑官司开庭,在直播停审的过程中,观看的人数不断增加,播放量也急速增加,最后直接破了百万播放,和其他官司形成鲜明的对比。 组建这场官司的关注度,因为直播观看的人数太多,该网站后来一度处于卡死的状态,很多人表示,想要进去观看却被卡了出来。 不得不说,有关肖战的一切,似乎都有着巨大的关注度,因为大家都期待着曾用恶毒之言污蔑辱骂肖战的网民能受到法律制裁,也给所有曾有过类似行为的网民一个警告,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就在本月,肖战也有很多个维权官司等待开天,12月也还有一个,告黑力度相当大,这对于肖战来说实属正常,虽然不乏理性讨论, 但是也有许多黑粉,浑水摸鱼对肖战进行网爆,对于这种涉及侮辱性的言论,明星都会选择维权。